想不想聽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故事 想 說 拜託 好 這故事發生在捷克 你知道一名少年30歲 然後他在房間一直都沒有出來 30歲不是少年 然後他媽媽就想說 欸他怎麼都沒有出來 就打電話報警 然後那個警察就破門而入 發現那個中年男子 欸不對 發現那個30歲的男子 脖子上殘熱的塑膠 然後穿女裝 SN 自習是心癌 後來他才發現他就是 那個男性的私密處 嗯 是燒焦的 他是後面還是前面燒焦啊 後面 前面 前面 結果之後發現那個大腸裡面 你知道發現什麼嗎 什麼 保險套 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他是吃了保險套嗎還是 怎麼可能 對 而且他發現保險套之後 旁邊在大腸處發現乒乓斗 嗯哼 後來那個醫師診斷 就是發現全部診斷才發現 他是非典型 那種煉悟窒息式性愛 大家如果你要玩那麼危險的東西 一定要跟親朋好友講 就是不好意思那個兩小時後打給我 如果沒接代表我在家裡 好窒息了這樣子 打給他 我現在在玩一個很好玩的東西喔 大家玩那種比較危險的情緒 還是要注意安全 照著使用說明 不要像我 要什麼都自己都網罪強調 要什麼我自己都網罪插條